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Sky1 今天我要快速開箱一個叫做 就是這一個叫做TorBox的控制盤 打開盒子裡面有快速指南跟說明書 裡面有一條品質看起來還不錯的Type-C USB 這就是我們的TorBox mini的控制盤 它還蠻有份量的 簡單來說TorBox這個控制盤 它上面的所有按鍵都可以客製化 來符合你的軟體需要 像你要剪影片、修圖、做音樂、瀏覽網頁 或者是打遊戲 你都可以客製化符合你的需要 那我們就直接切換到電腦螢幕 然後來測試這一個TorBox控制盤 到底好不好用呢 來到電腦之後 我們就快速把我們驅動跟軟體盤安裝好 接著我們就把TorBox的軟體打開 第一個我發現就是你不需要對準滑桿 你就可以調整數值 拿TorBox來Lightroom調光其實還蠻舒壓的 其實我覺得這看起來很像有一種日本的紓壓玩具 它上面就是有各種按鍵 這個TorBox就跟那個幾乎一模一樣 那如果你用滑鼠來調整Lightroom的數值的話 你一定要對準你才能調整數值 不然你就要按著數字來調整 就變成你還要對準這個步驟就很麻煩 如果使用TorBox你右手的滑鼠 只要大概在那個對比度啊 或者是你要調整的數值上面 你就可以開始調整 其實還蠻快的 TorBox預設的這些功能 其實我自己是用不太到 那當然你可以自訂你自己要的功能 那之後再說 我們直接先切換到Photoshop 來看看它的預設 我們來玩玩筆刷 玩玩印章 玩玩模糊工具 用起來其實沒有非常的順手 因為它預設的那些功能 就這些功能 預設的 其實我自己都用不到 像我要的模糊工具它 當然你可以自訂 但是官方預設是沒有的 你就還要自訂 TorBox自訂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不是你一拿到手就可以 讓你的工作效率變超高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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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不喜歡嘗試 你不喜歡做實驗 那其實TorBox這個工具 就我覺得應該不太適合你 我相信TorBox 其實不用相信啦 就是它一定可以讓你的工作效率變更高 你只要自訂好你所有需要的功能 在這個TorBox上面 你可以用一隻手掌控耶 我們假設如果你的軟體的快捷鍵 有一個叫做Ctrl-Shift-9 或是Ctrl-Shift-Delete好了 你一定要用右手再去按那個鍵 TorBox完全不需要 一隻手就可以掌控 你就可以設定成 如果你常用你就按一下 或者是這樣組合 或者是這樣組合 這樣組合 真的效率快很多 而且 因為一隻手就可以解決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TorBox快速開箱 跟一個簡單測試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